这个公主亲眼目睹了自己父亲被人残忍杀害 除此 他家全府上下也在当晚遭到了血刑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逃离现场 可他们一行人连个逮捕工具都没有 并且队伍中还有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 在这种情况下 太后要求公主抛下自己先行逃命 就这样 公主在侍卫的拖拽下 最终抛下太后先走了 但他们前脚刚离开 追兵后脚就抵达了现场 因此在这一刻 公主再次目睹了她的至亲被人杀害 美良与孽 只能继续逃命 可他们还没跑出多远 身边的侍卫几乎以死伤殆尽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公主的贴身侍卫军陶 决意代替公主去引开追兵 因此 他拿走了象征公主身份的玉佩 然而在他们分开逃命后 军陶很快就陷入了追兵的围剿之中 当追兵将领看到军陶所携带的玉佩后 当即认为军陶便是北梁的公主 就这样 军陶最终因为寡不敌众 身中树剑后跌入河中不知所中 与此同时 分开逃离的公主因为身受重伤而滚落了山坡 但幸运的是 一个女子在采药途中发现了她 这个采药女名叫李卫央 恰是公主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随后 卫央将公主带到了自家草庐一帜 也正是在这一刻 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交织到了一起 由于卫央是李家最不得宠的树女 所以从小就被寄养在这乡下的草庐之中 在随后的日子里 公主了解了卫央的家世背景 而她也向卫央讲述了自己家中遭遇的变故 可随即 灭顶之灾却很快降临到了卫央的头上 这天卫央在外出采药之际 遇到了一男子随眉鼠眼的路 并且 对方还试探性地叫出了卫央的名字 正当她还在疑惑此人是谁 对方却直接出手想要了结掉卫央 为什么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 要杀我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要你命的不是别人 正是你的嫡母 是云妇人 这下 卫央终于明白了自己被刺杀的原因 然而当刺客准备对她痛下杀手之际 公主却及时赶到现场救下了她 也正因为这场刺杀 使得公主发现 原来卫央背后的李家大夫人 正是血洗北梁王府之人的母亲 正当公主觉得有些懵逼之际 还没死透的刺客却突然拿着匕首冲了拐 而卫央为了保护公主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自己 在埋葬了卫央之后 公主再次返回了草屋 但此刻她恰好看到了李家来接卫央回去的车队 于是 她决定顶替卫央的身份 踏上为自己和卫央央复仇的道路 随即 公主搞定了负责照料卫央的刘妈 并且还从刘妈手中拿到了代表卫央身份的预备 就这样 一个冒充的李卫央在此刻正式登场 妈妈好 我是李卫央 拜执儿小姐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卫央的复仇人生正式拉开序幕 我家小姐是尚书千金 当然应该走正门啊 一个小小的婢女居然敢质疑尚书府的规矩 该打 你们尚书府就是这么教育婢女行为处事的吗 尚书府的规矩是老爷定的 二小姐何必冲我这个奴婢三五 这个庶女在被抛弃了十八年后第一次回到自己家中 可她在府门外却遭到了一个婢女羞娱 由于她的生母地位卑贱 所以她回家只被允许走侧门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女子压根就不是真正的尚书千金 因此 当卫央第一次回家面见所有的长辈 她的心中忐忑极了 由于现场她需要向长辈行动 这差点就戳穿了她的冒牌身份 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能对着老夫人实诚地磕了几个头 她的这个土办法勉强帮她蒙混了过去 随后 老夫人给卫央介绍了她的母亲 但这却差点又导致卫央的身份暴露 卫央终于见到七娘了 卫央好想念你啊 我说二小姐 这是大夫人 是你的母亲 你七娘是七姨娘 她不在这儿 你怎么能把大夫人看作是妾室 而且是个洗脚的呢 听到旁人这么说 卫央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大夫人 竟然就是导致她全家被灭的罪魁祸首 但眼下她的当务之急 是要在尚书府先站稳脚跟 要充分融入李卫央的这个身份中 与此同时 卫央尚不知道的是 她其实还有三个姐妹 其中 四妹李长喜就是个吃货 不值一提 但她的大姐李长乐 却是个极美貌和致谋于一身的女 除此 她还是大魏的顶流网红 而她的三妹李长如 却是个一正一邪的心经 比如就此刻而言 长如绝对属于人畜无害的小女子 而且你别看她们表面上姐妹情深 但背地里 她们各自的小心思数不胜数 此刻 她们都已经听说了魏央回到府中的消息 但她们对魏央的态度 却是不尽相同 我看 她连姐姐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四妹 二妹毕竟以后都是我们的姐妹 你这话 要是被别人听了去 成什么样子 果不其然 她们三姐妹都还没见过魏央 就已经各自打起了小算盘 别看长乐表面上看起来知书打理的 可实际上 她的好胜心是最强的 而长如和长喜 明明是亲生的俩姐妹 可长喜偏偏就喜欢去舔她的大姐李长乐 完全瞧不上自己的亲姐姐长如 李长喜 你要记住 我才是你嫡亲的姐姐 这样贬低我来讨好别人 你就很有脸吗 我们是亲姐妹 在这个家里处境艰难 你应相互扶持才对 我就是爱跟大姐亲近 你管不着 就这样 她们之间很快将上演一场 尔虞我诈的姐妹情声 这个女人被人强行灌下了毒料 恰在这时 她的女儿魏央刚巧抵达了门外 于是 魏央当即冲进去查看生母的情况 此时此刻 魏央终于发现 原来是大夫人想要她们母女的性命 但怎样她们母女在府中的地位很低 出了这种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离去 然而在片刻之后 七姨娘却开始了大吐行 索性魏央懂得推吐解毒之法 她立刻命人找来了造脚水 并且及时给她生母喝了下去 与此同时 大夫人带着老爷爷已经抵达了屋外 而大夫人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倒打一耙 七姨娘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一定是你这个二月杀星 克死了七姨娘 此刻 魏央赶忙解释生母是因为被人投毒 所以才会变成现在的母娘 由于现场的丫鬟也一致表示 七姨娘是被人投毒所致 所以老爷不得不开始怀疑起大夫人 但大夫人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因此即便老爷派人用银针念毒 最后得出的结论果然是要理没毒 这样一来 魏央反而被扣上了污蔑母亲的罪名 正当魏央即将要被老爷处罚时 七姨娘喝下的灶脚水却突然起了作用 因此 她顺利将鱼毒全都吐了出来 但七姨娘明白自己斗不过大夫人 所以她完全不提被人投毒的事 只是一口咬定是自己咳嗽咳出血了 这样一来 老爷最终打消了惩罚魏央的念头 但书彧静而风不止 正当魏央以为此事能结束时 没想到大夫人还留有后招 原来 此刻府中的池塘里突然出现了大量死亡 这下 大夫人立刻借题发挥 声称府中有不祥之人 而她这番话的意图也很明显 显然是在直指魏央 此刻 脑子里装的全是水的长喜 当即就成了大夫人的帮凶 都是李魏央 就是他 就是他这个灾星 咱不能让他留在府中啊 此刻魏央还想为自己辩解 毕竟这种事但凡是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 但怎奈在关键时刻 长喜却突然被人拽了下去 不过 在外人看来长喜是莫名其妙摔入了池塘 这样一来 老爷本想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现在也只能同意请个法师进府寻找原因 因此 魏央将很快迎来差点被法师整死的时刻 这个女人被人污蔑是个不祥之人 所以就被绑起来要让法师给她施法 可法师压根就是个神棍 她在现场的所作所为 只不过是转述了大夫人的意思来 因此 魏央此刻已经是在劫难逃 法师 有何化解之法 首先 二小姐绝不能再留在府 其次 须用占了黑狗血的长鞭鞭打五十项 我重去杀起 方能保理一家上下 听到法师这么说 老爷当即决定牺牲女儿来换取全家平安 言罢 一桶五十斤的黑狗血就被摆在了魏央面前 五十项 你干脆杀了我得了 你这么草菅人命 还先求行之人吗 此刻 法师才不管魏央的死活 依旧是按照原本的计划开始对魏央信息 随着对方一边边的落下 魏央距离皮开肉战只是时间问题 在此期间魏央的生母曾想过来帮女儿求情 但怎在最后的结局是连她也一并挨了几鞭子 这不是编大腕 那我就不信你还能活得下来 此刻魏央在鞭刑的折磨下 已经近乎昏迷 但在这个时候 李府的老夫人也闻讯赶到了现场 老夫人实在不忍心自己的孙女被如此对待 所以敢忙站出来为魏央求情 但即便这样 大夫人却还是不愿就这样放过魏央 眼看魏央这样下去将死路一条 老夫人在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以自己的寿命替魏央换来了一线生机 正是因为老夫人的这番坚持 魏央这才躲过了剩下的鞭刑 但不幸的是魏央在遭了这份罪以后 突然开始严重发烧 此刻丫鬟还想着请妈妈去找个大夫给魏央看病 很快魏央一病不起的消息传到了大夫人的耳朵里 于是大夫人当即派人来到魏央的房间 他们打着魏央死在府里会十分晦气的名义 要将魏央拉出去丢到后山 此刻丫鬟本想阻止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但当妈妈们威胁要将丫鬟一并扔出去的时候 她在这一刻最终还是妥协了 就这样 魏央最终还是被他们带到了后山 随即 魏央被他们抛弃在了荒郊野外 但也正因如此 却让魏央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 这个恶毒的母亲恨不得将自己的庶女弄死 可她现在却不得不对庶女笑脸相迎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她曾派人将命悬一线的魏央丢到了荒郊野外 但在一段时间之后 魏央竟然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家中 因此当魏央再次出现在这个家里时 她的母亲彻底懵逼了 随即 魏央立刻向自己的祖母告状 暗示自己之所以遭罪 全是因为这个恶毒的母亲在暗中指使 因此 在老夫人的居中调和下 母亲被迫前来向魏央表达歉意 魏央啊 之前母亲不该听信妖言 不该对你动心 母亲 错了 魏央原谅母亲吗 是真的原谅母亲了 这样一来 他们母女至少在表面上达成了和解 不过 他们两人此刻全是皮笑肉不笑的状态 所以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这才刚刚开始 随后 母亲在私下里再次约见了魏央 因为她已经对魏央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 按理说 魏央从小就被寄养在乡下 怎么可能有这么深的心机和手段 因此 最大的可能就是眼前的魏央是假冒的 于是 母亲立刻开始旁敲侧击地给魏央下逃 对了 听说你们村东有颗千年古树 每逢古雨 村民都会上香祭拜 以祈求丰收 不知 可真有此事 魏央在刘氏家中 谨守规格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不曾见过此事 也不曾听人提起过吗 不曾听说 很显然 大夫人母女在这一唱一和的摆明了是在炸魏央 但好在魏央的心理素质足够强大 所以每一个问答都表现得滴水不漏 这样一来 大夫人的心中就更加懵逼了 我拆人去调查也未有结果 可我总觉着这里一定有蹊跷 因此就连长乐也对魏央产产生了排斥心理 于是在第二天 当长乐在私下遇到魏央时 他故意在言语上羞辱魏央 但怎奈魏央长着一张乔嘴 长乐的言语羞辱 最终变成了自取其辱 眼看自己在言语上没占到便宜 长乐使出了下三滥的手段报复魏央 索性关键时刻敏德出手搭救 魏央这才得以免遭长乐的羞辱 但经历了这一波交锋 魏央和长乐之间的不合就翻到了明面上 事后 魏央认为不能再这样任人欺负 否则以后的日子恐将更加难过 于是他决定给长乐一点颜色瞧瞧 恰在这时 他的房中出现了一只小墙 这下 魏央当即想到了收拾长乐的办法 当晚 他趁着长乐在房中沐浴 悄悄来到了长乐的房门外 随即 他掏出了一袋小墙 并将之放生到了长乐的房间里 于是在过了数秒之后 长乐立刻被吓得一不避体地跑出来躲避小墙 这样一来 魏央也算给自己出了一口气 但他并没有急于离开 相反 他混在丫鬟的队伍中趁乱进到了长乐的房中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趁机将自己的玉佩拿回来 然而这块玉佩能重新回到魏央的手中 也代表着魏央的复仇之路将正式开始 这个女人无意中发现 自己爱慕已久的男人 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一直关心有加 因此 他在事后拦住了自己的妹妹 江姐 我警告过你 不要缠着高阳王殿下 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是不是 这一巴掌 就是给你的教训 想跟我动 此刻 他们俩姐妹几乎已经变成了情敌 但魏央此刻并不想和他大姐计较这些 因为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魏央亲眼目睹了灾区的灾民 为了救济梁大打出手 因此 忧心灾民的魏央决定写一份实用的救灾之策 可他万万没料到 他的贴身丫鬟子烟 其实早就已经背叛了他 因此 当他写完第一稿中途离开后 子烟悄悄抄写了一遍救灾之策 随即 子烟立刻将救灾之策悄悄给到了常乐 这下 常乐不禁对魏央的才智感到惊叹不已 这真是李魏央所写 千真万劝 怎么可能 就凭他 此刻 常乐的心中当即产生了将之据为己有的念头 于是 他第一时间托自己的大哥将这份救灾之策献给了皇上 因此他凭借这份出色的救灾之策 在京城中引起了广泛好评 就连他的父亲也沾了常乐的光 受到了皇上的嘉奖 然而就在这时 魏央刚好也回到了家中 但当他听说常乐也想出了一版救灾之策 并且其中的内容和他的版本一模一样时 魏央彻底懵逼了 不过 财思敏捷的魏央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他知道是常乐抄袭了自己的方案 所以当众揭露了常乐抄袭自己的事 你胡说八道什么 就算胡说 也要找个像样一点的旅用 就凭你这样一个乡下的粗业丫头 也能想出救灾之策 此刻 常乐一口咬定魏央这是在污蔑自己 所以不论魏央如何为此事辩解 这是最终也只停留在互相扯皮的层面 但魏央从小就被寄养在乡下 因此所有人都更相信这是常乐想出来的 就这样 魏央最终还是吃了个哑巴亏 由于常乐献策的世纪名动京城 这使得太子妃在当晚以前来慰问他 然而就在这时 魏央抓住了这个机会 故意来到太子妃的面前提及救灾之事 娘娘 魏央发现救灾之策 有疏漏之处 一旦真的实行下去 便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魏央此话一出 现场立刻一片哗然 其中最为紧张的便是常乐 毕竟他很担心魏央将他的功劳抢走 但怎奈魏央提及的救灾之策有漏洞 实则指的是朝廷官吏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下 他当即引发了太子妃雷霆大梦 因此 魏央最终献策不成 反而还挨了太子妃的一个巴掌 所幸有高阳王在现场出面维护他 他这才躲过了太子妃的其他惩罚 但这样一来 一旁的常乐母女对魏央的恨意就更重 于是等到宴会结束后 大夫人很快就将对魏央开始秋后算账 他凭借着他的主母身份 准备对常儒和魏央两人实施加法 不过 他的这个加法伤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他要将常儒的头发全部剃掉 刺他一个亮晶晶的光头 随着大夫人一刀一刀地剪下去 常儒的秀发逐渐散落一地 众所周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常儒在此刻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看到常儒因自己而遭罪 魏央此刻冲上去挡在了常儒身前 但这样也让他意外挨了一剪刀 眼看差点闹出人命 大夫人这才善罢甘休 然而在第二天 常乐不甘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被魏央搅黄 于是便委托他的大哥偷偷实行了他提出的救灾之策 此刻他还以为 只要抢先一步实行救灾之策 再见到成效后 他必定会受到皇上的封杀 但他乱乱没想到 自己却等来了他父亲带回的噩耗 知道了 现在已经闯了大祸 原来 所谓的救灾之策不仅没有起到救灾的效果 反而还引发了灾民的暴动 这下 常乐算是把他大哥给坑惨了 但此刻他依旧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认为是魏央在故意布局坑害他 你说什么 难道这个救灾之策 真的是李魏央想出来的 是 是他故意写下来 你我上当 这都是他身边好的诡计 可怎么办了 父亲 我该怎么办 其实 大夫人好歹也算是王者断位的女人 但他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简直是个青铜 与此同时 他们父亲为了保住自己的长子 当即前去恳求魏央说出补救之法 因为 他知道这个救灾之策是常乐从魏央这里偷来的 于是 他赶忙放下身段恳求魏央说出补救之法 但魏央已经吃过一次亏 所以他提出要进攻面圣才肯说出补救之法 因此在第二天 魏央果然得到了进攻面圣的机会 但等他刚将补救之法成本皇上 李常乐兄妹俩却也来到了现场 而他们到此之后 竟然也呈上了一份一模一样的补救之法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李敏锋说服了魏央的贴身丫鬟紫燕 事后 紫燕从魏央的口中套来了补救之法 因此 这才有了李常乐兄妹污蔑魏央的这一面 为什么你们的对应之策 跟李魏央一模一样 这便是罪臣 今日求见陛下的第二次 罪臣要阻止李魏央 阻止他犯下欺君之罪 欺君之罪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魏央为了得到陛下的封赏 欠选了我跟大哥商讨的救灾之错 据为己有 欺骗陛下 此刻 他们两兄妹铁了心想将魏央置于死地 为此 他们还将紫燕这个叛徒摆到了民面上充当证人 这样一来 魏央反而成了盗窃补救之法的那个人 但魏央是栽过一次跟头的人 他怎么可能在同一件事上犯两次错 因此 他故意在补救之法中留了一手 眼看魏央对于这份补救之法的细节 能详细阐述各种来龙去脉 而常乐兄妹对于皇上的展开提问却是一问三不知 因此 皇上自然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这样一来 李敏锋和李常乐兄妹俩 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魏央也是从这一刻起 正式开启了他的复仇人生 这个丫鬟意外怀上了少爷的孩子 但如今等待他的却是受害者有罪问 这怎么能怪敏锋呢 定是这个贱婢 故意勾引敏锋 好趁机上位 这主事情 又不是第一次了 大夫人的这番话将他儿子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李敏锋为了构陷自己的妹妹魏央 选择在魏央的贴身丫鬟紫燕身上寻找突破口 而在李敏锋的花言巧语下 紫燕最终还是被他表忽悠 但紫燕在背叛魏央之后 最终也没能帮李敏锋扳保魏央 因此 李敏锋为了自保 最终将所有过错全都扣在了紫燕头上 这样一来 紫燕就成了那个背黑锅的人 此刻 魏央虽然对紫燕的背叛感到很失望 但他却并不想就此将紫燕置于死地 他打算将紫燕逐出府 放她一条生路 但就在这时 大夫人却突然来到了那里 将紫燕带出去 乱关打死 此刻 大夫人记恨紫燕没有主动帮李敏锋背锅 所以打算将紫燕仗币出气 但就在这时 紫燕直接放出了终极大招 紫燕的这番话 瞬间就把大夫人整懵逼了 要知道 一个丫鬟没名没分地 怀上了少爷的孩子 这对达官显贵来说是实打实的仇 因此 大夫人依旧决定将紫燕拖出去杖笔 但魏央实在不忍紫燕落得这样的下场 于是赶忙站出来为她距离力争 由于大夫人本就看魏央不顺眼 因此自然不会听从魏央的游说 但一旁的老夫人心慈仁厚 她也不同意这样对待紫燕 更何况 明眼人都知道谁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不得不承认 老夫人虽然年纪大 但是心中却清楚地跟明镜似的 老夫人此话一出 老爷当即就拍板地如何处置此事 因此 紫燕最终得以保住了性命 并且还被调到了李敏峰的身边伺候 但这样一来 也让大夫人对魏央的仇视暴涨到了绝无仅有的高度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 当魏央在拜访自己的三省时 她无意中发现 紫燕竟然命悬一线地躺在三省的房中 原来紫燕自从被调到李敏峰身边伺候 家暴就好似一月三餐一样没断过 最后还是三省实在看不过去 这才想办法把紫燕接了出来 但如今的紫燕已经伤得很重 一直吊着这口气也只为在和魏央见上的面 而她这么做的目的 只为当面向魏央忏悔当初背叛她的事 因此 当她进行完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忏悔后 紫燕终于迎来了彻底下线的时刻 这样一来 她最终还是落得个一失两命的下场 中秋团圆夜 一名女子在河道上挽起了漂流 正当现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有些懵逼时 漂流而来的女子竟然是一具尸体 紫燕 这是紫燕 紫燕怎么会在这 不可能 她怎么会在这 大哥 紫燕她好好的 怎么就寻了短见了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紫燕由于长期遭到李敏锋的家暴 最终连同腹中的孩子 落得个一失两命的下场 但在此事发生后 李敏锋却只是遭到了她父亲的一顿训斥 而她的母亲 更是竭尽全力帮她封锁了紫燕被家暴致死的消息 正因如此 李敏锋依旧是有恃无恐的状态 父亲就我一个儿子 难道他当真会不还我 你就看着 要我有多久 我必定会官府原职 依然是那个风风光光的李霞大公 不巧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一旁的魏央全都听见了 因此 魏央当即燃起了替紫燕报仇的念头 他会有风风光光的遗体 不过 是风风光光的身败名利 就这样 一个针对李敏锋的复仇计划 在魏央的心中应遇而生 恰在第二天 魏央的家中举办了一场宴会 于是 魏央抓住这个契机 请众人到河边一起放花灯 但当他们真的来到河边放花灯时 河面上却飘来了一具女子的尸体 很显然 这一切就是为了拉李敏锋下水 因此等紫燕被捞出水面 现场的达官显归立马就开始上前围观 此刻 魏央当即将矛头直指李敏锋 并且提及了紫燕为他怀上孩子的事 随即 魏央的丫鬟亮出了紫燕被虐待的伤痕 这样一来 现场围观的人立刻就开始窃窃私语 此刻 所有人都认定紫燕之死存在巨大冤屈 而现在众人看到的这一幕 正是魏央事先精心布置好的 隔天 这件事直接就传到了皇上的耳朵 由于李敏锋本就是戴罪之身 现在又闹出了人命 因此皇上一怒之下 直接下旨将李敏锋发配充军 于是 李敏锋当即就被御林军抓去发配充军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魏央也算成功为紫燕报仇了 但在李敏锋发配充军的途中 一名女刺客却横空出现 我只要李敏锋 此刻 李敏锋还以为对方是来救她的 但等对方解决完所有士兵后 他这才发现 原来对方是来要他性命的 就这样 在几个回合之后 李敏锋很快就被对方杀得毫无招架之力 原来 此刻前来复仇的女子 正是魏央在北梁时的侍卫军头 此刻李敏锋为了保命 直接说出了当年血洗魏央全家的真相 可即便他出卖了自己的母亲 最终也不可能再保住他的性命 也正因如此 魏央在知道真相后 很快将开始对付李敏锋的母亲 你不是二小姐 这位是魏央啊 李家的二小姐 夫人 二小姐她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不是二小姐 随后 李府立刻针对魏央的真实身份展开了调查 为此 他们特地找来了从小负责照顾魏央的刘妈 在大夫人的施压下 刘妈很快就坦白了魏央并不是真的二小姐 但魏央的心理素质远超常人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依旧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地在现场演戏 父亲 我真的是魏央 我没有骗人 大娘 我们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 眼看魏央在现场演得跟真的一样 刘妈立刻表示真正的二小姐早就已经死了 听到刘妈这样说 大夫人立刻提议开关验尸 随后 他们找来了五座对开关后的尸骨进行鉴定 但最后得出的结论 只能证明尸骨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 除此之外并不能说明什么 因此 魏央依旧可以为自己辩解 但大夫人精心准备了这一切 他怎么可能允许魏央这么轻易就蒙混过去 于是他立刻指出 尸骨上的手镯正是李家的家传之物 这样一来 老爷当即认定 魏央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冒牌伙 随即 老爷准备将魏央拉出去严刑拷打 但就在这时 魏央却发现了这具尸骨上的异常 您看这尸骨的脚 它有六个脚趾头 父亲英明 一看便知 言罢 老爷定睛一看 没想到尸骨竟然真的有六个脚趾 这样一来 这具尸体就绝不可能是他们李家的人 这下 就连大夫人本人也彻底懵逼了 其实 刚才发生的这一切 从始至终都在魏央的掌控之中 一切都准备好了 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将刘氏后院的尸骨偷偷换过了 太好了 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来证明 这句多了一根脚趾的尸骨 是李魏央的 正因如此 魏央这才能做到气定神仙 此刻 老爷意识到有人在其中捣鬼 所以他首先就怀疑起了提供信息的刘妈 刘妈也没料到尸骨这个方案会翻传 赶忙表示自己还有办法能证明魏央是假的二小姐 于是 一个和真的二小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在此刻来到了现场 这下 就连魏央本人也看懵逼了 因为此人和二小姐的容貌真的一模一样 但魏央是亲手为二小姐下葬的人 他笃定二小姐已经死了 所以他坚持声称对方才是假冒了 然而就在这时 二小姐的生母也来到了现场 由于二小姐自小就和生母分开了 所以生母也分不出到底哪个才是她的女儿 但就在对方和生母拥抱了一番之后 生母便确定了此人绝不是她的女儿 你别再装了 我敢肯定 你不是我女儿 七一秒 魏央一出生就离开了李家 你可别妄下断言 娘 你别叫我娘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 我女儿左手上 有一出胎记 随即 生母立刻拉着那个人查看手臂上的胎记 而她果然没有对应的胎记 相反 在魏央的手臂上 果真有着一块胎记 有了生母的这番话作为佐证 那魏央就成了铁板钉钉的李家二小姐 因此 大夫人精心谋划的这个局 最终也没能揭穿魏央的真实身份 不过 此事却促使魏央和大夫人走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这个恶毒的母亲为了对付自己的树女 不惜对自己下毒来构陷对方 眼看大夫人开始吐血 老爷当即请太医前来给她诊治 但太医在诊治过后 却说大夫人的病已非要事可治 眼看太医也束手无策 大夫人事先安排的丫鬟立刻站出来表示 大夫人此刻的症状也许是重险了 随即 常乐赶忙向自己的父亲谈求 让他找一个法师来给大夫人治病驱喜 因此 别无他法的老爷只能同意请法师前来看看 这样一来 大夫人上演的这出苦肉计 可以说是已经成功了一半 然而等法师前来故弄玄虚了一番之后 他当即声称李府中存在着邪恶 因此 老爷当即下令在府中展开地毯时搜查 果不其然 他们最终在魏央的房中搜出了一个巫骨人物 这下 大夫人精心设计的苦肉计终于达成 老爷 怎么样了 有结果了吗 在魏央的屋子里 发现了一个 写着你生辰八字的邪物 什么 魏央想害我 阿柔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你闹得还不够吗 难道你想让我们这家家破人王 你才甘心吗 很显然老爷猜到了这是大夫人的苦肉计 所以当即就私下里提出了质问 但怎来大夫人的演技是奥斯卡影后级别的 所以他很清楚该如何打消老爷的疑虑 我齿云柔嚣张板护 可是 你的女儿 又岂是一个柔弱可欺之人 我跟她几番争斗 你闷心自问 她难道就不恨我 怨我 她就不会害我吗 大夫人的这番话 果然将老爷心中仅存的疑虑给打消了 因此老爷最终还是不得不去审问了魏央 此刻魏央压根就无从辩解 外加常乐在一旁扇风点火 所以老爷最终也只好先将魏央关押了起来 然而就在第二天 常乐无意中听说 魏央的房中收藏着一把折扇 而这把折扇似乎是魏央最心爱的物品 这下常乐莫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在当天晚上 常乐立刻带着一大帮人来到了魏央的房间 他通过控制住魏央的贴身丫鬟 强迫魏央配合他在房中的搜查 而在他的大肆搜查下 果然很快找到了魏央的那把折扇 此刻 常乐只想弄清楚一件事 这把折扇到底是不是拓拔郡赠领魏央的 眼看魏央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折扇的出处 常乐果断下令对魏央的丫鬟拳打脚踢 这样一来 魏央只能答应交代折扇的出处 他声称这把折扇是他在乡下的情郎所赠 由于这把扇子的材质确实非常粗糙 所以常乐也就相信了魏央的话 于是在第二天 常乐立刻去会见了拓拔郡 他故意在拓拔郡的面前露出了这把折扇 并且声称这是魏央乡下的情郎赠送给魏央的 其实常乐这么做的本意 是想摧毁魏央在拓拔郡心中的形象 可他哪里会知道 这把折扇真的就是拓拔郡当初送给魏央的 但当拓拔郡看到这把折扇 竟然落到了常乐的手中 他当即意识到魏央可能有危险 于是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魏央的房间 因此 他这才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魏央的性命 然而 魏央顾虑到巫谷之事牵连胜过 所以并不敢说出自己被大夫人构陷的事情 但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魏央将对大夫人发起绝地反击 这是一正一邪的李长如彻底倒向邪恶的时刻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长如跟随魏央进宫参加皇后的宴起 他为了能在宴会上一举成名 亲手缝制了一件别样的文艺 眼看长如十分在乎这次机会 魏央决定在宴会上帮他一把 因此等宴会正式开始之后 皇后本想邀请魏央在现场舞上一曲 但魏央却将这个机会让给了长如 因此长如这才得以在众人面前大秀舞技 由于现场有魏央和拓跋俊为他亲自伴奏 外加长如本人也准备得十分充分 所以在他舞蹈结束之后 他果然受到了皇后的大家赞赏 更重要的是 他今天的表现让他的男神也对他刮目相看 因此长如精心准备的这一切 总算是得偿所愿 听说你这件舞衣是亲手做的 是的 听到男神这么夸赞自己 长如的心中甜得跟吃了锋利一般 然而他在皇后宴会上大方一彩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李长乐的耳朵里 这下自觉风头被人抢走的长乐 当即带人来到了长如的房中 很显然 他此行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皇后娘娘的宴会我怎么丝毫不知情 皇后娘娘没有宴请大小姐 大小姐当然不会知道了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为什么府里的丫鬟都知道了 想必二婶是故意瞒我一个人的 我娘是怕大姐你一个不乐意 还不小心连累我姐也娶不乐 长喜的脑子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他的这方话直接就把长乐给逼急了 于是长乐仗着自己在府中的地位 当即下令在长如的房中各种打发 随后他看到了长如献武师所穿的舞衣 而他丝毫没有留情 直接拿起剪刀将长如最珍视的舞衣 剪了个稀巴烂 要知道这件舞衣可是长如的男神夸赞过的 这对长如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因此他在这一刻对长乐的痛恨上升到了极致 恰在这时 魏阳刚好来到了现场 我好恨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欺负我呢 难道我们就要任由他欺负一辈子吗 然而当魏阳得知了来龙去脉后 他当即决定要替长如出这口气 但光是出气已经不足以让长如泄恨 此刻他已经决定要借魏阳之手打垮长乐 因此在这一刻 长如谋划了一个挑起两边争斗的计划 不将水搅回 怎能浑水摸云 李魏阳 我要杀了你 长乐 父亲 这是李长乐被魏阳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刻 以至于他在丧失李之后差点杀了自己的父亲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长乐无意中看到一个丫鬟端着一杯东西鬼鬼碎碎 随即他跟随丫鬟来到了长喜的房间 发现长喜偷摸摸的好像在吃什么蜜药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长乐当即向长喜询问吃了什么东西 由于长喜本就是没脑子的人 所以在长乐的一番忽悠下他立刻将自己喝的八真汤告诉了对方 由于八真汤具备美容养颜的功效 但在某些方面还有滋阴补养的作用 所以长乐在知道后赶忙害羞地逃离了现场 但在长乐离开之后 他让人私下找大夫打听了这个所谓的八真汤 努比亚特意找了七八位大夫 都一一确认过了 那八真汤啊 确实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还能强身健体呢 听到丫鬟的这番回答 长乐当即就认可了这个八真汤 恰巧这段时间 长乐的父亲身体偷吃的有些严重 时常感到昏昏沉沉的 而在第二天 大夫人刚好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长乐 他希望长乐能够多关心自己的父亲 以此博取父亲的欢心 因此 长乐最终带着刚学会的八真汤前去探望了他的父亲 但等他父亲喝下了他的八真汤 长乐也正式掉入了别人的陷阱之中 因为就在当天晚上 父亲意外发现自己竟然有了中毒的症状 随即 他找来了大夫为自己诊治 结果大夫给出的结论竟然是真的中毒了 很快 父亲提到了长乐给他送来的八真汤 这下 这一切的幕后操盘手未央 当即开始站出来攻击长乐 于是 父亲下令将长乐的八真汤原料拿来检验 可等大夫检查完之后 却发现这副八真汤里竟然还含有一味毒药 这下 长乐瞬间就懵逼了 他想不明白为啥自己的八真汤里会多的一味毒药 此时此刻 魏阳抓住契机开始引导舆论发酵 长乐 我知道你和魏阳不合 可你也不能 为了陷害魏阳向你父亲下手啊 那可是剧毒之物 是要人命的呀 如今你向你父亲下手了 那下回呢 是不是就要向我下手了 此刻 长乐就算长了十张嘴也已经讲不清了 所以他赶忙推脱是魏阳在陷害他 其实长乐说的也没错 这件事从头到尾确实是魏阳在坑他 但怎奈如今的客观证据对他很不利 外加现在的舆论对他也并不友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母亲给他出了一个以死明智的苦肉计 但当长乐在上演苦肉计的途中 他却被君陶给半路拦截了 所有人都看得出这是苦肉计 所以君陶直接丢给长乐一把剑 让他以死明智的更加干脆点 此刻长乐知道自己中了魏阳的轨迹 但他却无可奈何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果断拿剑想要杀了魏阳泄和 可不巧的是 他无意中伤到了他的父亲 这样一来 长乐的这件事再也没有转环的余地 就这样 长乐被他父亲下令发配到乡下付苦衣 而作为作福惯了的长乐 终于也要体会到被人欺凌的滋味 起初他还摆出一副大小姐的姿态 可没想到这里的管教压根就不买他的账 就这样 长乐被迫开启了劳动改造的日子 对于一个锦衣浴室惯了的人来说 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 简直是要了他的半条命 所以他下意识地就会搬出 以前当大小姐的这一套 很显然 长乐还没摆正自己的位置 他以为自己还是以前那个忽来唤去的大小姐 但现实终将教会他什么叫人走茶凉 在管教的安排下 他必须在当天刷完一百个粪桶 否则 他将永远与这些粪桶共处一室 这样一来 没有了尚书府大小姐这个身份 长乐只能是被人欺凌的命 因此 在一日又一日的折磨下 长乐很快就认清了现实 但即便如此 管教对他的态度却依旧不友好 就连他喝口水 也会成为管教找茶的由头 因此 长乐只能委屈求全地在管教面前 表现出自己观顺的一面 他希望这样做能换来管教对他的宽容相待 但他忘了没想到 这却换来了管教对他进一步的羞辱 看看你的样子 难道姑奶奶的洗脚水就这么好喝呀 这是姑奶奶我 特地给你留的洗脚水 此刻 长乐的尊严简直被人按在了地上见他 因此在一波又一波的打击下 他在这一刻终于开始黑化 也正是在这一刻 长乐下定决心要收拾掉凌辱过他的管教 恰逢第二天 尚书府的管师妈妈来到了现场指导工作 可在当天 有婢女突然汇报后院收藏的82年的拉斐少了一坛 由于这些酒年份酒远 一坛酒的价值远生他们这些人的幸运 因此管师妈妈当即要求偷酒的人主动站出来谈来 然而就在这时 长乐却主动站了出来 他主动承认是自己偷了那坛82年的拉斐 但他紧接着就指控是管教胁迫他去偷的 这下管教立刻就懵逼了 但还没等管教反应过来 长乐便将众人带到了管教的房中搜查 这一搜果然就在管教的房中搜出了那坛失窃的拉斐 这下管教算是彻底百口难辩了 此时此刻管教终于明白 是长乐在刻意陷害自己 但可惜为时已晚 他最终因为偷窃贵重物品 被管师妈妈下令拖出去杖则武士大阪 这样一来 长乐彻底理解了人善被人欺这句话的真谛 而他也通过这一波的历练 彻底进化了自己勾心斗角的布局能力 然而就在长乐进化完成之后 他的表哥恰好前来接他返回尚书府 这样一来 长乐将再次开启和未央的斗法 你是不是想高阳王殿下 大刀 这个女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陷阱 等他走近一看 发现陷阱中全是毒蛇 此刻 正常人的反应都是赶紧远离这个陷阱 但他的反应却是要求逼你将陷阱恢复原样 因为他准备利用这个陷阱来除掉自己的情敌 然而不巧的是 在片刻之后拓跋骏恰好路过了此处 他由于不小心触发了机关 在躲避之际最终落入了陷阱中 还没等他恢复原气 他就被陷阱中的毒蛇给咬伤了 原来 这个陷阱就是专门为了拓跋骏而准备的 因此当他被困陷阱之中后 挖陷阱的人立刻将陷阱恢复成了原样 很快 拓跋骏失踪的消息传到了皇上的耳朵 于是 所有人都开始寻找拓跋骏的行踪 但正当魏央在寻找拓跋骏之际 他好巧不巧地捡到了一封信 信上明确表示魏央的贴身丫鬟被人绑架了 而对方则让魏央前往指定地方救人 随即 魏央按照地图的指示 来到了指定地点 在这里 他果然看到了一个丫鬟模样的人躺在地上 其实这一切都是常乐策划的轨迹 他就想看到魏央因为慌乐而落入陷阱 但魏央却在关键时刻停下了脚步 向前啊 向前啊 这样一来 破拔骏和魏央阴差阳错地躺在了一起 此刻 常乐想弄清楚魏央有没有死在陷阱中 于是便让他的婢女降下去一探究竟 可他的婢女由于害怕里面的毒蛇 竟然在下去后连眼睛都不敢睁开 随后 他赶忙上去告诉常乐 声称魏央正在被千万条毒蛇饲养 这下 常乐总算是心满意足了 于是 他让婢女将陷阱再次恢复成了原样 并且还不忘将走过路上的脚印覆盖掉 很显然 常乐就是想看到魏央曝视荒野 与此同时 魏央在昏迷片刻后 终于恢复了清醒 而他也很快发现了一旁昏迷的拓跋菌 当他发现拓跋菌中了蛇毒之后 他果断选择为他吸出蛇毒 并且还给了对方深情抑吻 希望用爱的力量唤醒对方 然而就在不久之后 李敏德在发现魏央失踪后 恰好找到了那里 因此 魏央赶忙给敏德传递了自己被困的消息 这样一来 敏德顺利发现了那个陷阱 然而等敏德进到陷阱之中 他顺便给拓跋菌服下了一颗解蛇毒的药 眼看拓跋菌已经度过危机 魏央便让敏德带他先行离开 可他们逃出陷阱的这一幕 却被一旁的常乐给撞见了 魏央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 高阳王有异于你 你也有异于高阳王 让殿下知道你舍命救他 他只会更加感激你啊 高阳王殿下 这下常乐当即发现 原来陷阱中还有拓跋菌 于是等魏央他们两人离开之后 常乐立刻进到了陷阱之中 他先是将魏央留下的衣服全部处理掉 然后又给自己好好化了个妆 伪造成是他救了拓跋菌的样子 所以等到拓跋菌苏醒之后 他真的以为是常乐救了自己 这样一来 常乐通过玩弄心机 最终摆检了一次对拓跋菌的救命之恩 而拓跋菌对他的态度 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观 至此 常乐深切体会到了 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的人行 这是魏央和拓跋菌患难与共的见证 此刻 他们两人终于迎来了坠入爱河的时刻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魏央将身受重伤的拓跋菌送回了太子府 可太子妃却误以为 是魏央导致了拓跋菌身受重伤 因此 他非常厌恶魏央这个潜在的儿媳妇 此刻 即便太子妃对魏央恶误相向 但魏央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受着 毕竟她面对的是自己的未来婆婆 然而就在第二天 皇上也来到太子府探望拓跋菌 与此同时 魏央抓住了这个契机 恳求皇上允许她一同进去探望拓跋菌 此刻 太子妃本想阻止魏央的计谋 但皇上深知拓跋菌的心中全是魏央 因此在这一刻 皇上将魏央一并带了进去 然而就在这时 深陷昏迷的拓跋菌的病情突然有些恶化 虽然有太医在一旁紧急救治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于是在这一刻 魏央主动请应上前为拓跋菌疏通血脉 也许是魏央的手法比较独特 在她的一波操作下 拓跋菌的病情果然有所好转 因此 太医当即提出让魏央贴身照顾拓跋菌 但此举却引发了常乐对魏央的强烈不满 魏央的出发点 是盼着拓跋菌能尽快好起来 所以她并不想和常乐发生争执 因此 她最终还是将这个机会让给常乐了 然而等魏央前脚刚走 太子妃后脚就来到了现场 这下 常乐当即声称是魏央主动要回去休息 这样一来 太子妃对魏央的印象就更长 但就在片刻之后 太医刚好也前来复诊 可她发现拓跋菌的病情又有了加重的趋势 于是 太医当即提出让魏央前来帮忙 可等闭女前去呼叫魏央时 却发现魏央一直昏睡不醒 因此 太医只能先去给魏央诊治 索性在太医的救治下 魏央勉强恢复了意识 于是 她拖着病区再次来到了拓跋菌的身边 此刻常乐也想当众表现一下 但怎奈她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这是最终还是落到了魏央身上 拓跋菌的病情在第二天好转了许多 眼看魏央的护理确实有效 太子妃在这一刻终于答应让魏央单独陪在拓跋菌身边 这样一来 极度新爆棚的常乐彻底失散了 你给李魏央下的药是不是不够重力 怎么抑制 她就醒过来 小姐饶命啊 奴婢给下的药绝对分量是够的 可是刘太医是平成第一胜手 他就想二小姐 我也是没法子 原来魏央昨晚之所以昏睡不醒 是因为常乐暗中给她下药 但常乐万万没料到 刚才的这番对话却被太子妃全都听到了 这下太子妃终于明白了 到底谁才是她最合适的儿媳妇人选 太子妃被人公然杀害 但所有人都指认魏央是杀人凶手 而太子妃身上的凶器 更是魏央的贴身之物 就连魏央的袖子上 还残留着逃跑时撞到丫鬟撒上的燕窝中 眼看人正物正俱全 魏央在此刻百口难辨 而正在经历丧母之痛的拓跋菌 更是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的话 她带着对魏央的最后一丝信任 跟对方回去查看能证明魏央清白的信件 但当拓跋菌看到所谓的证据后 她的世界却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 本该是证明魏央清白的信件 此刻竟成了坐实她是凶手的挺正 这样一来 拓跋菌对魏央的最后一丝信任彻底湮灭 她笃定魏央对她的爱 其实是为了利用她 只不过是魏央替北梁复仇的手段而已 因此在这一刻 拓跋菌眼睁睁地看着魏央被士兵抓走压入天牢 此刻的拓跋菌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在母亲和爱人之间选择 然而等魏央冷静下来之后 她开始分析这个阴谋的前因后果 她回忆起自己在事发当天被骗到了小树林 随后又被忽悠到了城东土地面 好不容易拿到了能替北梁平反的奏杖 但在返回途中 却恰好被人撒上了一碗燕窝中 同时 信件也被那个人偷还 而她当天明明没有去过太子府 但却被一口咬定杀害了太子妃 随即 她突然想到了当初 殷义荣产生的真假魏央事件 于是 她在这一刻恍然大悟 如今除了病入膏肓的赤云柔 也就只有李长乐会知小次等秘术 但魏央万万不会料到 李长乐只不过是别人的棋子 幕后的棋手正是那个已经黑化的李长 不知道哪一天 妹妹也会这样对付我呢 姐姐多心啊 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谋害皇亲 此罪难逃 李卫央再也无法接近我们的心上了 严霸 长如决定给卫央送去致命遗迹 于是她在第二天去面见了吕昭仪 昭仪还以为她是来替卫央求情的 没想到她是来送卫央上路的 与此同时 卫央在牢中遭遇了刺杀 但早已有所戒备的她 最终将刺客给成功反杀了 随即 逃出天牢的卫央直接去面见了皇上 她本想为自己申冤 但没想到皇上已经得知了她北洋公主的身份 这样一来 不管她是否是杀害太子妃的真凶 皇上都不可能让她全身而退 因此 卫央最终还是被皇上押回了天牢 然而就在三日后 由于迟迟没有找到杀害太子妃的真凶 卫央最终还是成了此事的替罪人 因此 皇上下旨在三日后将卫央处斩 其实 卫央并不怕死 只不过 她不愿带着拓跋郡对她的怨恨离开 随即 她在桌子上写下了一个郡字 并且开始倾诉自己的心声 殊不知 此刻拓跋郡正在牢房外默默看着她 拓跋郡 我的怪事 你还不相信我 恭喜殿下 殿下 殿下 皇上从不打你 但今天 却因你魄力 皇上不想打你 我更想杀了你 这是李长如飞进心机后 却反遭她的男神暴力相待的时刻 因为 此刻拓跋郡已经得知了是 长如布局将魏央逼上了绝路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魏央因为遭受了长如的暗中算计 已经被皇上下旨三日后进行问斩 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拓跋郡的耳朵里 拓跋郡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当即猜到了此事是长如在背后捣鬼 眼看心爱的魏央被长如逼上了绝路 拓跋郡在此刻将怒气全部发泄在长如身上 可长如对拓跋鱼的爱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她压根不在乎拓跋鱼会不会责怪她 只要能将魏央这个情敌弄死 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长如可以忍受殿下不爱我 但绝不能忍受殿下心中有着别的女人 皇王志在天下 没时间把心放在情感上 我也希望是我错了 她可是把你当姐妹 姐妹又如何 是殿下教我的 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那些阻拦我们的人偷偷踩下去 兄弟受罪 姐妹情室 又酸得老生 不得不承认 长如的天性凉薄以及心狠手辣 和拓跋鱼简直是天生一对 因此 这反而促使她从拓跋鱼手中全身而退 与此同时 拓跋郡实在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魏央去死 于是她在行刑前一天去面见了拓跋鱼 她知道只要拓跋鱼肯出面向皇上求情 魏央就可以逃过一死 但拓跋鱼从不做赔本的买卖 既然拓跋郡这么求着她就魏央的性命 那她自然就要趁机提一些特殊的要求 但你要答应 一个月内 取李长若为妻 拓跋鱼的这个要求 简直是断了拓跋郡的后路 但如今的拓跋郡已经没得选择 所以她只能含泪答应了拓跋鱼的要求 言罢 拓跋鱼立刻前去面见了皇上 由于拓跋鱼不久前刚在战场上赢下了军功 外加她极善揣摩皇上的心思 因此在她全力以赴的游说下 她最终真就拿到了赦免魏央的圣旨 这样一来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魏央 最终又让拓跋鱼给成功转换 不过自那以后 魏央却被发配到了宫中为奴为笔 而拓跋郡为了兑现对拓跋鱼的承诺 当即去恳求皇上为她和李长若赐婚 你是怎么了 放糊涂了 虽然很清醒 用去李长若是母妃的依愿 眼看拓跋郡搬出了她母亲的遗愿 皇上在这一刻也只能答应了她的请求 因此 拓跋郡终于迎来了被迫迎娶李长若的时刻 长若迎来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大婚之日 但她却故意让魏央来服侍自己 因为她要嫁的人正是魏央深爱着的拓跋郡 此刻 长若算是得意到了极点 所以她自然不会错过这个羞辱魏央的机会 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高杨王妃 什么 你大声点 我听不清楚 高杨王妃 再大声点 高杨王妃 这一刻 长若觉得自己已经是人生赢家 与此同时 即将大婚的拓跋郡此刻却心如死灰 因为 迎娶一个她不爱的女人 这无异于同时杀了她和魏央两个人 但怎奈这桩婚事是她自己求来的 所以她只能行尸走漏般地开展她的迎娶流程 但不巧的是 魏央作为送嫁丫鬟 刚好也出现在了拓跋郡的视野中 这下 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各自都涌上了莫名的心酸 然而就在这时 常乐却主动掀起了盖头 因为他执意要魏央送她上马车 就这样 魏央最终在大庭广众下让常乐完成了上车 此刻 无论是拓跋郡还是魏央 两人都是心如死灰的状态 但即便他们再不情愿 这场婚礼终究还是要进行下去 于是 拓跋郡和李常乐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最终还是完成了夫妻对拜 只不过 拓跋郡是全程含泪完成的这场仪式 此刻 魏央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所以他只能选择默默地离开现场 此时此刻 最得意的人便是促成这种婚事的拓跋郡 眼看魏央被拓跋郡的大婚伤的不轻 拓跋郡还不忘在此刻火上浇荣 这是太子妃临终的遗愿 不要怪郡 我没有怪她 我和她 终究没有缘分 这样一来 魏央心头的伤口便又被撒了一次眼 然而在当天晚上 拓跋郡出于自己的责任前去和长乐开展了洞房前的一时 原本他们应该一起喝下喝酒酒 但怎样拓跋郡实在没有一丝喜悦的心情 因此当他将所有婢女制走之后 他终于决定不装了 直接摊牌了 对不起长乐 我去书房水 陛下 和你诚信虽是母妃遗愿 可母妃刚去不久 我还有成效再生 请你体谅 言罢 拓跋郡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甚至都没有给长乐主动提出洞房的机会 就这样洞房发烛夜 拓跋郡独自一人对着夜空发呆 而魏央只能拼命地洗衣服来麻痹自己 李魏央冲到高阳王妃 给我丈则五十 不要 天下 天下不要打小姐 五十大半小姐会没命的 小姐没有害太子妃 小姐是冤枉的 拓跋郡为了维护李长乐 不惜下令对魏央丈则五十大半 随着工人一棍棍地落下 魏央在此刻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但他内心的伤痛 却远胜他肉体上的疼痛 然而魏央不知道的是 拓跋郡之所以这样做 出发点恰是为了保护魏央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婢女不小心打翻了拓跋郡母亲的义 但这件事却导致长乐露出了马脚 还不赶快捡起来 这些可都是娘弄的陪价手势 长乐的这句话让拓跋郡立刻产生了疑心 随即 拓跋郡却却询问了他母亲生前的贴身毕业 因此 他证实了他母亲从不在人前展示这套手势 而这套手势也只在遇刺当天拿出来过 这样一来 拓跋郡当即意识到李长乐才是刺杀他母亲的真凶 除此 他知道李长乐背后有一容高手 所以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但拓跋郡觉得长乐的脑子不足以想出这么周密的计划 他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与之图谋 为了不打草惊蛇 拓跋郡决定先装做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就在第二天 当魏央在宫中服役时 他刚好遇到了进宫的长乐 长乐见到昔日的情敌 自然就想羞辱魏央一番 于是 他二话不说就开启了找叉模式 本宫的鞋脏了 给我擦干净 此刻 魏央心中有着一万个不愿意 但怎奈李长乐仗势欺人 他最终也只能按对方的话去做 可长乐觉得这样羞辱魏央还不过瘾 他本想再赏魏央两巴掌 但没想到却遭到了魏央的反抗 然而就在这时 拓跋郡刚好也来到了现场 不过 他抵达现场之后 却并没有给魏央撑腰 相反 他直接下令将魏央当中仗者五十大百 眼看魏央在现场被人痛打 长乐认定拓跋郡已经真的忘了魏央 但这也让魏央产产生了同样的误会 可事实上 拓跋郡此举正是为了保护魏央 索性在打了几棍之后 公主刚好也来到了现场 这样一来 拓跋郡揪着的心终于也可以放下了 你是要把魏央打死吗 这么快就变心了 这个女人 到底跟你关了什么迷魂藏啊 借着公主的话题 拓跋郡故意在现场表达了对长乐的深情 这样一来 长乐认定自己已经收服了拓跋郡的心 也正因如此 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对魏央下手了 娘娘 那我们还要对付李魏央吗 他如今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帝影 殿下都懒得理他 谁还有功夫搭理他 免得贬低了我的身份 以前一直不知道蛇仙美人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直直看到李长如给我上了这一课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长如鬼鬼祟祟地躲在角落里观察魏央 但这一幕却在无意中让白纸给看到了 于是白纸悄悄跟在长如的身后想要一探究竟 但他由于一个不小心 最终却让长如给发现了 这下浑身都是心眼的长如立刻就警觉了起来 白纸 你跟着我做什么 我没有啊 你怎么了 你在发抖啊 起初 长如还只是怀疑白纸知道了自己陷害魏央的事 但怎奈白纸是个没心眼的直肠子 他把对长如的怀疑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出来 因此长如立刻就开始变脸了 此时此刻 他担心白纸会在魏央面前乱嚼舌根 所以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言罢 他随手拿起一个木瓢 朝着白纸的脑袋狠狠砸去 在他不遗余力地连续击打下 白纸很快就被打得奄奄一息 恰在这时 一旁有人即将路过那里 因此 长如赶紧逃离了现场 然而就在片刻之后 白纸的事很快就传到了魏央的耳朵 等魏央来到现场 太医都已经为白纸抢救完了 但遗憾的是 白纸由于脑部受到重创 已经回天法术 此时此刻 真正的凶手就躲在一旁 监视着案发现场 也许是白纸觉得死不瞑目 所以他强撑着一口气 想要告诉魏央真相 但他由于受伤太重 已经无法说话 恰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旁的凶器 于是 他赶忙抬手指向那个方向 但巧合的是 常乐偏偏就站在白纸 所指的那个方向上 因此 所有人都认为白纸指的是李常乐 可怜白纸拼命地指向远处的那个目标 但魏央压根就没反应过来 因此等白纸耗尽最后一口气 躲在一旁的常儒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确认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 常儒也就放心地离开了现场 但这样一来 魏央却将常乐当成了杀人凶手 此刻 魏央不敢相信 自己深爱的拓跋骏 竟然站在常乐这边 所幸有拓跋鱼在一旁替魏央解围 这件事才没有闹大 也正因如此 魏央更加认定了常乐就是杀害白纸的凶手 同时也是从这一刻起 魏央正式下定决心开始绝地反击 这是被爱蒙蔽后的李常儒 彻底迎来覆灭的时刻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常儒为了除掉魏央 派人悄悄跟踪了安乐公主 等到四下无人之际 安乐公主立刻就被对方偷袭了 当其他人再次找到安乐公主时 已经是两天后将她从水井中抬出来的时候 而与安乐公主一起被发现的物证 刚好有魏央所在的换衣局的腰牌 可换衣局所有人的腰牌都在 唯独魏央的腰牌无故失踪了 这样一来 魏央自然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随即 他立刻被押到了皇上面前审问 但魏央却表示自己有人证 可以证明自己不具备作爱事件 因为在事发当天 魏央刚好和常儒在东郎聊天 所以只要常儒能站出来给他作证 魏央的嫌疑就解除了 然而等常儒来到现场之后 他先是肯定了事发当天 确实和魏央在一起 但当别人问他在什么地点 和魏央聊天时 他却故意瞎说了一个地方 这样一来 他这种假惺惺地帮魏央作证 反而实打实地加重了魏央的嫌疑 眼看自己的阴谋即将得逞 常儒立刻开始发挥自己的奥斯卡演技 陛下 求你放过我姐姐吧 我姐姐她是无辜的 虽然我没有见过姐姐 但是我相信我姐姐她一定是无辜的 此刻 常儒为了将魏央置之死地 果断声称从未见过魏央 并且 他为了让皇上采信他的话 还搬出自己当天和李常乐在一起 其实 常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早就在事前和常乐串通好了 因此当常乐也来到现场后 他果然也表示当天和常儒在一起 这样一来 魏央变成了实打实的嫌疑人 此时此刻 魏央终于确认了 一直以来都是常儒在他背后的刀子 因此 他的绝地反击也从此刻正式开始 因为就在第二天 当皇上再次审问魏央之计 已经死去的安乐公主 竟然又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现场 这下 常儒瞬间就懵逼了 原来 安乐公主压根就没有死 他是为了躲避政治联姻 这才使出了这招李戴桃将 其实 安乐公主的这番话 只是为了堵住皇上的嘴 因为他上演的这出戏 其实是魏央联合安乐公主 给常儒布下的一个局 这样一来 常儒的欺君之罪可就逃不掉了 但之前还有李常乐 佐证过常儒的说辞 于是常乐当即就被叫到了现场 不过 李常乐也是个十分鸡贼的人 他一看形势不对 随即画风一转 表示自己当天确实见过常儒 但不能确定是在什么时间断见的对方 由于李常乐的明哲宝身 当即将常儒推到了风口浪尖 此刻 常儒的欺君之罪已经是百口难辨 但当皇上要将他赐死时 常儒却直接放出了大招 李戴桥 你不能杀我 因为我已经回了南安邦的姑娘 常儒此话一出 给自己换来了一张免死金牌 因为经过太医的复合 常儒真的怀有了身孕 而南安邦也在现场承认了 自己和常儒有过一夜缠绵的事实 因此 本该就此覆灭的常儒 最终还是逃过了一截 我那么爱她 她却对我不羡意过 你什么都没有为她付出过 却能被她珍惜爱住 李卫阳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这是卫阳正式和常儒撕破脸皮的时刻 此刻 他们曾经的姐妹情谊已经荡然无存 等待他们的只有不死不休的结局 而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 只因常儒心中那个爱而不得的男人 但遗憾的是 即便常儒费尽心机想将魏阳 从拓拔鱼的心中移除 但拓拔鱼的心中偏偏就是痴迷着魏阳 哪怕是常儒为她怀上了孩子 也并不能因此收服拓拔鱼的心 甚至她所做的一切还遭到了拓拔鱼的训斥 我警告过你 不要招惹她 为什么就是不听 因为我知道 你爱她 我说过 你绝不能容忍殿下心里有别的女人 你也说过 你愿意安静地依附在我身上 其实 常儒是真的爱上了拓拔鱼 所以她无法容忍拓拔鱼的心中装着魏阳 因此拓拔鱼越是护着魏阳 常儒对魏阳的恨就越深 在仇恨的驱使下 常儒私下去面见了拓拔鱼的母妃 她为了阻止拓拔鱼立魏阳为正妃 果断选择在吕招鱼面前诋毁魏阳 娘娘 殿下对李魏阳爱母妃长 一心想娶她为妃 常儒苦劝多此 却被殿下误会为心胸狭窄之 男安王绝不能娶此女 经过常儒的挑拨 招鱼果然就站在了常儒这边 恰在这时 拓拔鱼刚好前来探望她的母妃 这下 招鱼立刻开始测试拓拔鱼对选妃的态度 但很显然 拓拔鱼心中的正妃人选 一直都是魏阳 所以不管招鱼如何游说 拓拔鱼始终不同意立正妃的事 这样一来 招鱼更加认定是魏阳迷惑了拓拔鱼的心智 因此 常儒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第一个盟友 不过 只有一个盟友她觉得还不够 所以她在事后又找到了李长乐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常儒很清楚魏阳和常乐同样是情敌关系 拓拔鱼娶你 只是因为和南安王的一场交易 目的就是为了救李被夭 听到常儒说出拓拔鱼娶她的真相 常乐当即就炸了 但怎奈常儒分析的有鼻子有眼呢 因此当常乐想到拓拔鱼婚后对她的冷淡态度 她开始逐渐相信常儒的说辞 所以等常乐返回之后 她被这个消息已经打击得六神无主 此刻她不确定常儒所说的到底是不是事实 所以她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轻信常儒 娘娘 这三小姐的话 我不能尽信 对 李常儒一先狡诈 她的话不能尽信 她也不能不信 此刻常儒在常乐心中埋下的仇恨种子 最终还是发芽了 这样一来 常儒又成功为自己拉拢了一位盟友 因此 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女子 很快将在宫中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你看看 为了一个男人 提到了尘埃里 即使被她抛弃 你还是全心全意地为她出谋划策 你以为这样她就会回心转意吗 她不会珍惜你 因为 你贱 这是李常乐彻底黑化的时刻 此刻的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以至于连一旁的常儒也感到有些害怕 因为 如今的常乐已经不再局限于争风吃醋 她决定亲手毁掉她的夫君拓拔君 这个想法让习惯了阴谋诡计的常儒也感到十分疯狂 然而 常乐刚才的这番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她在返回之后 立刻将之付诸了行动 她为了能顺利毁掉拓拔君 决定先除掉拓拔君身边的助手承德 于是 她准备了一包能让人无声无息死去的毒药 随即 她前往了承德所在的房间 由于承德最近刚受过伤 这正好给了常乐探望她以及下药的机会 她暗示自己的避免见机行事 而她自己则去吸引别人的注意 就这样 毒药很快就被下在了汤药中 随后 常乐提出要亲自给承德喂药 以此表达她对承德的关心 但她万万没料到 承德却是个智商在线的男人 面对常乐无端端的示好 承德立马猜到了药中有问题 因此当常乐将药给她送来时 承德立刻想了一个婉拒的办法 这样一来常乐的如意算盘直接就落空了 然而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托拔骏也来到了现场 眼看下毒的良机已经错失 常乐立刻找了个理由离开了现场 刚才发生了什么 李长乐想害我 这样一来 托拔骏终于意识到 常乐已经开始对她出手了 既然常乐不顾及最后一点情谊 那托拔骏索性也就不装 她准备和常乐直接谈谈了 由于常乐是杀害托拔骏母亲的凶手 所以托拔骏激压已久的怨气 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 但怎奈常乐死到临头还在嘴里 她死活不承认杀害托拔骏女亲的事 夫君如果真的有证据 就杀了我呀 这样 你跟李维扬就可以永远双手双气 真没想到 常乐在这种时候还在不断挑衅托拔骏 因此 托拔骏一怒之下直接下令将她永久封号 这样一来 他们两人正是走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方 托拔骏 我恨你 我阻招你 我阻招你永远得不到李维扬 你们终定一样两个 我阻招你托拔骏 我阻招你 你口口声声说爱托拔骏 你现在连他的性命都不顾了吗 别跟我提爱 为了爱他 我受了多少苦 结果呢 我现在再也不会那么幼稚 从今以后 我只为自己而活 这是魏央被李长乐逼到 走投无路的时刻 因为此刻的李长乐 已经黑化到六亲不认的地步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拓拔骏已经找到了关键证据 足以证明拓拔鱼结党营私烂杀无辜 皇上得知此事之后 当即雷霆阵 考虑到拓拔鱼手中握有兵权 皇上下旨让拓拔骏设局诱捕拔拔鱼 因此 拓拔骏访回之后 当即在家中商讨如何诱捕对方 当天晚上 拓拔鱼接到了一道旨意 让他连夜进宫面前皇上 可等他进到皇上的寝宫之中 一大批士兵突然出现将他拿下来 原来 拓拔骏也因此被一箭毙命 此刻 拓拔骏直接就懵逼了 他搞不懂局面为啥会变成这样 然而就在他懵逼的时候 殿外冲进来了大批士兵 而在背后掌控一切的人正是拓拔鱼本尊 原来 地上躺下的那个拓拔鱼 不过是易容术伪装后的山战火 此刻 拓拔骏实在想不明白 为啥拓拔鱼会知晓他的计划 你知道你输在哪儿吗 是你的妻子出门 原来 早在拓拔骏制定诱补计划时 李长乐就一直躲在隐蔽处偷听了全盘计划 因此 拓拔鱼这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随即 他带着大批士兵直接冲进了皇上的寝宫 如今的拓拔鱼已经铁了心要逼皇上让出皇位 但他万万没想到 皇上竟然早已遇刺身亡 其实拓拔鱼的初衷并不想走到是君师傅的地步 但皇上的驾崩也为他的夺权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事后 已经掌控皇宫的拓拔鱼第一时间去见了卫杨 因为 他需要卫杨给他证明他获得皇位的合法性 你要让我假传遗诏 你做梦 你这个乱臣贼子 我不会与你威武 你别无选择 言霸 拓拔鱼立刻将卫杨的家人全都抓到了现场 很显然 他这是想用卫杨的家人来逼迫他就反 所以这样一来 拓拔鱼很轻松地就搞定了卫杨 然而 今天为了家人的性命 卫杨答应替拓拔鱼假传遗诏 这样一来 拓拔鱼终于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位 与此同时 拓拔鱼已经沦为了阶下囚 被人囚禁在天牢之中 而他之所以沦落到这一步 皆因常乐在背后报复他 没想到 我们高傲的高阳王殿下 也会有沦落为阶下囚的一天 是你出卖了 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妻子 又何来出卖 你如今的下场 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惩罚 此刻 常乐对拓拔鱼的爱已经全部转化成了狠 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折磨拔拔鱼 随即 他下令将拓拔鱼的眼睛蒙上 并且还将他的耳朵堵上 然后 他给拓拔鱼上演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种酷刑 然而就在这时 拓拔鱼带着魏杨也来到了现场 眼看自己的心上人正在被人折磨 魏杨当即就绷不住了 但怎奈如今的一切都是拓拔鱼说了算 因此魏杨只能去恳求他高抬贵手 看着软件名字图 每个设计都把谱信男拒之门外 因为资料里职业学历都必填 还有身高 年收入 是否有房有车 还不能下田 里面都是名校毕业 年收入几十万的男生 我朋友就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年薪60多万的程序员 真像 快去点击评论去试试吧 为了保全拓拔鱼的性命 魏杨最终同意了这笔交易 因此 他在事后立刻去面见了拓拔鱼 他必须要让拓拔鱼对他彻底死心 唯有如此 拓拔鱼才可能同意放了拓拔鱼 因此在这一刻 魏杨说出各种狠心的话来刺激拓拔鱼 还记得宗政府密室发生的事情吗 有一瞬间 我真的爱上他 魏杨的这番话杀伤力无比强大 这直接将拓拔鱼的信念给打垮 魏杨你在骗我 你骗我 我不会相信你的 也许是魏杨给他的打击实在太大 就在此事发生后没多久 拓拔鱼很快就变得疯疯癫癫 以至于常乐去羞辱他时 他表现得像个傻子一般 被人抛弃的滋味如何 你今天也终于感受到我的感受 我今天好高兴 我一定要跟你喝一杯 我们终于有痛感了 即便常乐在现场疯狂地羞辱他 拓拔鱼的反应始终像个疯子一般 常乐怀疑他是装疯卖傻 所以命人对其狠狠击打 但即便这样 拓拔鱼也没有任何正常人的求饶法 就这样 风中颠颠的拓拔鱼最终被带到了拓拔鱼的面前 可拓拔鱼的心机城府极深 他怎会这么轻易就相信拓拔鱼疯了 因此他专门准备了一颗慢性毒药 服后一个月没有解药 则会常穿肚拉而死 可拓拔鱼面对这样一颗毒药 却毅然决然地将之吃了下去 这样一来 拓拔鱼终于相信他是真的疯了 因此 拓拔鱼这才同意将拓拔鱼放出皇宫 此时此刻 拓拔鱼凭借着装风卖傻 终于逃离了拓拔鱼的掌控 与此同时 李长乐在事后也弄来了一颗同样的毒药 他让自己的婢女红罗想办法将毒药给魏央服下 而红罗果然不如使命 他顺利骗魏央服下了有毒的羹汤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 魏央履行了之前的承诺 嫁给拓拔鱼成为他的皇后 可正当他们在大殿中举行婚礼时 拓拔鱼却突然从天而降 很显然 拓拔鱼只是回来报夺七只仇来了 不过他这次回来可不是单枪匹马来的 他早就联合了李敏德等人 准备将拓拔鱼彻底铲除 随着他们两人在现场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 拓拔鱼最终还是被拓拔鱼打败了 这样一来 拓拔鱼的美梦终于到了破灭的时刻 随即 魏央立刻站出来公开真相 各位大人 当初先皇驾崩之时 的确有遗诏留下 但是 遗诏不是将皇位传给拓拔鱼 而是将皇位传给高阳王拓拔鱼 这样一来 拓拔鱼可谓是大势一群 不过 此刻拓拔鱼还有一张王牌 那就是拓拔鱼身上所中之毒 只有他有解药 左右都是死 我们叔侄俩就一起上路 我算一算 这段时间你身上的毒 也应该发错了吧 哎呀 皇权路上 有你一件东西 也不会紧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直在背后耍手段的李长乐 也被带到了现场 而李长乐到来之后 直接说出了魏央野生重词 这下 就连魏央本人也直接懵逼了 拓拔鱼 你一定心痛男人了 他给我点走 此刻 也许是李长乐最得意的时刻 因为 他等着看拓拔鱼 如何破这个生死局 有了李长乐的横插一脚 拓拔鱼也高兴坏了 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交出解药 但当他将解药交给拓拔郡后 拓拔郡这才发现解药竟然只有一颗 这下 考验人性的时刻到了 拓拔鱼之所以这么痛快地交出解药 就是想看看拓拔郡会怎么选择 然而他没有料到 拓拔郡对魏央的爱 竟然已经超越了生死 他宁愿自己毒发身亡 也要将唯一的解药留给魏央 因此 他通过欺骗的方式 哄得魏央服下的解药 但等他强撑地演完了这一段后 霍巴骏终于迎来了毒发的时刻 就这样 他们两人很快将走到阴阳两格的地步 这位女人想要从背后偷袭情敌 可她的挚爱却不顾一切地挡下了她这致命一击 此刻 现场所有人都懵逼了 因为 常如原本想杀的人是魏央 但如今他却误杀了自己的挚拔鱼 这样一来 他们两人最终还是落得个相爱相杀的结局 面对常如的质问 拓拔鱼无法给出答案 但她的心里很清楚 自己确实亏欠了常如很多 所以在她临死之际 拓拔鱼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听到拓拔鱼的这句话 常如的心中五味杂陈 就这样 拓拔鱼最终因为身受重伤彻底下陷 可常如早已认定了拓拔鱼 既然她的挚爱已经死了 她此刻也不愿夺活 因此 她毅然决然地选择追随拓拔鱼而去 就这样 他们之间的这段孽缘最终以这种方式终结 与此同时 一旁身中剧毒的拓拔鱼 躺在魏央的怀中奄奄一息 但她比拓拔鱼幸运一些 因为她并没有当即独发身亡 在太医的权力救治下 拓拔鱼又成功续命了几年 这也算老天爷对她最后的眷顾 不久之后 拓拔鱼正式登基成为了北魏的皇帝 而她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旨意 拓拔鱼的大婚 这一刻 魏央终于如愿成为了拓拔鱼的皇后 他们两人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只可惜 这样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事后 拓拔鱼前去见了她的前妻李长乐 此刻的李长乐已经被拓拔鱼永久囚禁 他们之间的这段孽缘 也终于到了了结的时刻 此刻 自知难逃一死的长乐所幸破冠者破摔 所以她坦白了当年杀害拓拔鱼母亲的真相 但她的这个举动 成功刺激到了拓拔鱼 因此拓拔鱼胜怒之下 当即令人取来了一杯毒酒 此刻 拓拔鱼想要让李长乐自行了断 但李长乐却不愿顺其心愿 拓拔鱼 你有这点本事 你有这点手段吗 我可是杀害你母妃的凶手 要起手杀了我 我一下子朕牵手杀了你 你此来解决你的罪名 朕不会有意愿 只要朕毒手 你不会 此刻 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走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 然而常乐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对他来说活着还不如死 我李长乐 生命的足够 绝不回 此刻 心如死灰的他最终还是喝下了这杯毒酒 至此 机关算尽的李长乐终于迎来了彻底下心 就这样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六年 如今的魏央已经为拓拔鱼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拓拔鱼的身体也到了游进灯窟的时刻 如今他身上的毒已经侵入五脏六分 已经余日无多 因此 当他和魏央相处了最后几天美好时光后 拓拔鱼终于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就这样 这对有情人终于迎来了阴阳两格的时刻 同年 魏央成为了北魏的皇太后 并福利自己的儿子拓拔鱼为帝 至此 魏央将正式成为北魏最有权势的那个女人